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新北市领口的中正路上 有一家小吃店 让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一事成主顾 老板娘说 朱立伦有一个特别的美味组合 就是招牌的扇头面 搭配一碗鲜肉汤圆 或者是红豆汤圆 扇头面店家选用台湾的红葱头 自制油葱酥 搭配面条吃起来香气特别的浓郁 鲜肉汤圆包入的是温体黑猪肉 还有骨关香菇 口感吃起来很Q软 而且香气十足 他来吃很多年 我也不记得在桃园市长的时候 吃到现在也都会来吃 他喜欢吃我们的红豆桃园 扇头面 让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一吃成主顾的庶民小吃 有胖贡贡的扇头面 还有这碗香甜浓郁的红豆汤圆 和皮Q肉嫩的鲜肉汤圆 这三样简单的同版美食 就是朱立伦念念不忘的好足味 朱立伦他每次来的时候 他都吃这边的咸汤圆和福州面 那他的口味我在想应该也是 是非常非常好 能够吸引朱立伦一吃好几年的美味 他不在高档餐厅 而是坐落林口老街 这家没有装潢的小吃店 店里招牌的扇头面 里头用的油葱酥 老板娘坚持不买现成 而是用在地的红葱头 自己慢慢油炸 才能掌握好品质 就是油温一定要够下去炸 以后你就要开中火了 他浮起来的时候 快要好的时候 才把火开大 他逼油 这样子他就 他的时间要拿一点点很刚好 没有就是焦掉 没有就是不酥 在意油葱酥的好坏 是因为他就是扇头面的灵魂所在 与凤娇早年和潮汕餐厅的老师傅 学面点 他说扇头面吃法很像干面 但使用的面条在台湾却很少见 香气还有口感都跟白面黄面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面很老吃 要怎么样取这个面的名字 可是后来想一想说从扇头过来 他就想说那就取他们互相的一个地理 香浓的扇头面 浇上一匙油葱酥酱汁 再放入些许豆芽菜 味道相当浓郁 面条吸附自制油葱酱 吃来Q弹 葱香味十足 那个爆香的那个油葱是很香的 二十几年前就常常来这里吃的 听说那个时候朱立伦也常常来吃过 但是没有碰到 让客人一吃再吃的美味 就出自吕凤娇之手 早年她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但为了能够分担佳绩 她凭着母亲传承给她的好手艺 在住家开启了小吃店 只是刚开始卖的不是扇头面 而是结合刹冰和汤圆的点心铺 夏天卖冰嘛 到冬天冰的生意 一定领口以前是很冷 四十几年前真的很冷 后来到了冬天讲说 卖一个热的甜点 就是这样子的想 而且妈妈以前做的汤圆是很好吃的 于是吕凤娇卖起 从小吃到大的汤圆 冬至一定会吃的鲜肉汤圆 食用两年以上的糯米 汤圆皮才会Q 因为鲜芯米的话 它水分含量比较多 所以我一定要有到差不多两年 因为我包咸汤圆 跟做普通的汤圆不一样 它的年度一定要到两年 一年半的汤圆 我做起来是觉得不够Q 汤圆里的配料也很讲究 拌入萝卜干 香菇丁 虾皮 和自制油葱 竹角竹角肉用料更不马虎 猪肉馅我一定要用温体黑猪肉 它的口感比较好 而且里面的馅有加上我刚讲的 制造的油葱酥 还有虾皮也是要讲究 小火炒要炒一个多小时 用料实实在在的咸汤圆 白白胖胖的看起来超诱人 简单加点青菜味道就很鲜美 咬开汤圆Q软的外皮充满糯米香气 肉馅吃来扎实又香浓 另外喜欢吃甜食的朋友 也能来碗香甜的红豆汤圆 红豆汤喝来绵密搭配小汤圆 口感甜而香醇 它的汤圆皮很Q 可是又不是乱餐东西的 因为我们家以前也做 自己会做 所以吃得出来 其实不只是口味好 它选的材料都不是乱七八糟的材料 这个就吃得出来 吕凤娇早年经营的汤圆点心铺 深受在地客人好评 开业六年生意渐渐的稳定 也研发出各式各样的餐点 到了冬天卖红豆汤 客人就说 这个红豆汤 我们要吃面子 都要找到别的地方吃 那你也可以加个面子下去做 就开了六年以后 后来就加了面条下去做 于是为了让店里菜色更加多元 他向餐厅老师傅 学习汕头面和综合羹 人气的综合羹汤 里头的麻糬 使用成本高的黑猪后腿肉 口感才会扎实有弹性 像我买这黑猪 它养了比较久 都一年以上的 所以它口感会比较硬 我一定要切蜜纹 所以它的肉口感会比较好 不会那么硬 而且我要给它加苹果泥 它能把那个 它的酵素能把肉软化掉 因为我不加 外面的有一些都是用加嫩精 认清这修饰那种店本那种是人工的 不是像我这个苹果泥 客人推荐用料澎湃的综合羹汤 有鱼酥 生鱿鱼 鱿鱼羹和肉羹 再加点香菜和沙茶提味 味道很鲜美 肉羹经过苹果泥腌制 吃来滑溜 软而扎实 充满肉香气味 这是我第一选择的 就是因为它的肉都是黑猪肉 而且他们煮的这个汤头啊 不是很稠 但也不会很水 所以说刚恰到好处 大家有要再叫什么吗 这样交道吗 热情的和老客人寒暄 吕凤娇的小吃店 一路走来已经四十多年了 虽然现在客源稳定 但回想创业初期 生意却不如所愿 那个四十几年前的时候 一天只有 那时候一碗是七块钱起跳 一天只有卖了三十几碗 所以两百多块 可是我还是把它坚持下去 我的坚持是 我的料品质一定要 一定要掌控得很好 而且一定要照古早的方法 下去做 传统的方法下去做 它才不会跑掉味道 因为对料理有着无比坚持 这股传统的高渣迷相信会在客人心中永久飘香